来到上海又让我想起 另一位上海人 对台北对台湾的影响 他就是从台北洪辉上海的作家张爱玲 张爱玲是在孤岛上海成名的 后来却在台北出版他的全集 鸿遍了华人世界 后来在大陆改革开放之后 从台北洪辉上海 我谈这些都是信手拈来 我可以想到在现代史上 台北和上海的关系连结 特别在人的身上 大时代会影响个人的命运 但个人的选择会影响 真命的价值和意义 所以我讲双城好 两岸好 特别在这个时候 我们更要重视 而且珍惜这样的论坛 我们要务实的对话 理性的对话 诚恳的对话 当双城能够记取过去 大时代对于个人命运的冲击 我们就可以珍惜 了解到 理解到和平的可贵 当双城能够成功地化解分歧 消弭对立 双赢所产生出来的连带效应 将无可限量 让我再一次强调 双城好 两岸好 我们要耐心 更要有信心 祝今天的论坛成功 双城进步